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隔墙出击 打得对手措手不及 2017年LPL夏季赛苏宁对战Snake的第三场比赛 27分钟辅助洛侧翼折服待机 扎克升格两强准备就绪 光速阿闪盛大登场 扎克跳跃随后跟上 蓝博大招 英雄登场 无缝衔接 完美combo 震看全场 金光缠身 闪现进场 控住四人 暗死当场 2017年LPL夏季赛 WE对战NB的第二场比赛 29分钟WE推上高地 二舅子一旁看戏寻找机会 带齐五人追打腿哥 二舅子开启大招劝推 突然闪现魅惑 接上盛大登场 成功控住四人 NB双C外加布隆全部倒地 最终WE赢下胜利 换林进场 逆雨出击 二人携手 击溃敌军 2019年全球总决赛 DFM对战RSG的比赛 19分钟RSG逮住 上单天使将其痛眠 此时队友紧急救援 凯尔斯王队友已到 换林大招闪现进场 排起四人 逼出三闪 漫天飞雨进行追打 敌方纳尔大招 逆雨闪现拉扯 将其击杀 随后火拼EZ双方寸步不让 虽然逆雨阵亡 但是EZ也一起陪葬 此波团战还是小传 不太好走了呀 大招就这样 大招就给下来 那儿能不能变大 那儿最后一丝血 要变大了 镜子弹幕哗一下 最后是拿下了凯尔的 一个杀盘 这里一个红怒的 一个那儿 有没有机会拍 还没有往前走 反正一拍 没有拍到墙上 这个地方要被收割了呀 霞洛这边一个进场 太无敌了 霞洛这边反手响 坏坏坏爱客 但是Q起来 一天收掉人头 霞这边和EZ黄成PK 加一个护盾 EZ这边坏掉了一个霞 这波打出了一个三换四 二九子思雪反打 确定胜局 2017年全球总决赛 WE对战C9的第四场比赛 29分钟 WE开动大龙 C9打野 吉兵套所 配合发条大招 打残辅助 但思雪被死 开大 回头控住四人 宝石无敌消失 康帝皇子大招跟进 EQ2连戳起敌方两名 西叶跟上沿途 秒杀宝石 随后C9落败而逃 WE拿下大龙 成功结束比赛 前排的957跟康地了 MACO落光速开团 连控四人 2017年LPIO夏季赛 EDG对战 安恩基的第二场比赛 24分钟 双方中路对视 突然MACO金光一闪 瞬间进场 控住三人 布龙想要保护队友 也遭到魅惑 寒冰大剑 场长出击 安恩基双C 直接殒命 布龙也被留下 随后EDG拿下大龙 奠定比赛胜局 这边是你看 已经是 有个趋势 这边是直接先手 大中 大中 大中的最后的ADC 对同时减速了两个人 双膝直接被落的一个 闪现盛大登场给控住 好 宝兰阿闪进场 配合Rookie 击飞五人 2018年全球总决赛 IG对战KT的第二场比赛 25分钟 IG刚刚推掉中路高地 宝兰落便直接进场 阿闪W毫步 托迪带水 控住三人 随后Rookie 起飞落地 一气合成 正飞五人 后续队友完成收头 此波配合 一个字 帅 小明洛逆风出击 完美时机 逆转战局 2018年全球总决赛 小组赛 安静对战C9的比赛 37分钟 双方围绕大龙 揪缠不消 又是C9率先 卡住龙区地形 此时C9中单时光 致命失误 被小明抓住 非常果断 阿闪W进场开团 控住三人 小虎 側翼推球 击晕四人 C9垂时 直接被秒 龙坑上方 相波看戏 找准机会 关灯出击 直扑老头 将其推倒 随后闪现 击杀AD 正面战场 全是尸体 最终RNG打赢了 解说都无法理解的团战 再打大龙啊 应该可以给四眼 大龙血量还OK 选择先开团 正面 身上洗礼 随时死了 随时死了 正面看一下 剑谱的位置还不错 看一下毛辣香菇 进场直接打 平时时光大招 死绝可以死 这波打赢了 这那个没有站起来 这波可以 这波都能打赢了 这波的RG打赢了 全是OK了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RG流敏 真的没想到 Maker Lord 极具视觉盛宴的 完美开团 这是2018年LPL夏季赛 EDG对战危机的 第一场比赛 27分钟大战 已经打响 EDG援兵已到 Maker Lord 开启金光 借助上单身体 控住两人 随后盛大登场 再进后排 再抬两人 这无比丝滑的开团 也是赋予队友 极佳的输出空间 EDG众人 凭借波比在头 纷纷无视防御塔的存在 满血青光影 气势凶凶杀盗 然而寒冰大招 Maker击飞 等待他的 却是死亡 最终 EDG 直接一波 结束比赛 潜绝来了 潜绝要来救人 这个时候是一个波比 很能跑 锐太肉了 落上去开 开起两人 高地 这里的话 谁要往进追 波比向前 大家留下来 一个大战旗能 困住两人 让他们没有办法出去 这波很大被一波的 一箭射到了 金刚炎了 抬起来 金刚炎也跑不掉了 一波一换四 下面这个镜头 不用多说 你们也都知道了 2017年全球总决赛 SKD对战EDG的比赛 完美诠释了 烈士赛况 幻尼洛 无与伦比的 开团能力 29分钟落后 一万经济的SKD 开始反击 寻找机会 沃夫洛 草丛出击 阿闪W 一道金光掠过 顶起的 却是无数 粉丝的内心 发条大招 以及老鼠的火力 让一万经济优势的 EDG都无能为力 最终也是 由于这一波 完美团战 SKD在之后 完成了 今天翻盘 EDG也是有所提防的 这个必须要 不能被对方交换 所以不要小心 原来被开到 翻盘了 八条大招 我的天 这一波SKD在 非常难的情况下 还是打了 打了一波 都能分手 还是太好了 剩下iBoy又吃了一个Q镜 这里没有技能 在后面想开 打得很臭 蓝波罗大招已经烫下去了 先往后面拉 位置的SKD那边 想要集火场场 没有能开到老鼠啊 场场被秒了 蓝波罗大招下过 以后平常的反手大招 看最后蓝波罗大招 一个闪现 这边的SKD也必须要躲 因为FAKER这边球已经运过来了 iBoy一个人在打所有人 看到了一个第一次 直接一个曼天飞鱼 往上拉 在这个羽毛 拉不到双心 左边的梅牙守不住啊 而且很落地的一瞬间 发展了一个大招 拉到以后 SKD往前 想要打输出 一技能往后挑 但是对方的EQ进来了 Maker杀掉了个Mouse 这边 Maker的一个大招 救不回队 但是这个道波前队 还在做输出 这边已经先杀掉了一个FAKER 在职业散场上 总是有无数经典 为我们上演 Demo也将继续为大家盘点 那些发生在职业赛场上 让我们震惊的时刻 如果你觉得Demo视频 做得不错的话 欢迎 如果你和Demo一样 喜欢英雄联盟 喜欢职业赛事 那么一定要点个关注 收听Demo视频 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最佳盘点